大肥閣天啊 這段新聞其實都不是昨天的 是很久之前已經說要成立了義工關愛隊 當然有個前設的就是要因選 因選的就是愛國愛港人士 由地區因選了 他同意你愛國愛港 接著就佈備我們的特區政府 接著推行 每一隊就8至12人 其實這等於區議會 接著就有80萬至120萬補助 如果以人頭分的話 那就是每人10萬 是嗎 我說有錢分的 那這些算不算義工呢 是嗎 很簡單的 那這些算不算義工 當然啦 其實這些所謂的地區工作就有分餅 讓建制派更加多人參與 他們的資源會更加大 有些人身兼幾職 接著分分鐘找不同路的人掛職在那裡 又可以做到一些 而更重要的 現在香港的區議會 始終都會選舉的 究竟民主派會不會參選 如果用這一類的所謂義工 分分鐘取代了 就是關外隊取代了區議會的某一部分的功能 功能的話 那就趕絕了民主派 更重要的就是所有的地區事務 他們都有權干涉 即是等於朝陽大媽 分分鐘你隔壁總有一個人在左近 接著見到你有什麼不妥 他就不是關心你 而是舉報你 那你說大匪沒有那麼恐怖的 很簡單 當香港人對這個政府 已經去到一個冷漠的地步 而這個政府 隻手越伸越長 什麼不會發生 更重要一點 你問我 我應該怎麼做 好像 陳遠心 這個服務尼木樹的區議員 也都是前公民黨 公民黨還原了 前公民黨的成員 他也都今早早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都希望加入關外隊 希望服務市民 希望服務市民 然後他說 既然我參選了區議會 服務了這麼多年 那是必定是愛國愛港的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服務社會是應該的 所以說 那你問我 我贊不贊同 我贊同 試一試都好 而民主黨或者很多的DQ區議員 或者有些自動辭職的區議員 在這個時候試一下申請 跟建制派一增長短 如果它不用你的話 這樣就是他們由頭到尾 就不想你參加 香港就一面倒更重要的 他們成立的目的就是朝陽大媽去監管你 如果它讓你加入的話 即使更艱難也好 起碼你進去 你就可以服務更加多的人 很多的公公婆婆 他們不希望得到民建聯他們支援 始終有另外一班人在 更重要的就是可以借用政府的資源 然後可以維繫著街坊 維繫著政黨 那你問我我贊不贊成 我百分之一萬贊成 我不是贊成這些關愛隊 不是贊成這些義工隊 我是贊成的 是民主派 現在有的民主派在最艱難的時候去陳遠心碼頭 加進去 令到民主派可以獲得更加多的資源 如果失敗了的話 也都證明了這一個政府 它本身就在那裡派餅仔和監控人民 所以如果是民主派的話 或者是民主黨的話 或者是獨立人士都應該走進去 這個才是真實的 希望我這番說話給更加多人聽到 因為我知道區議會被DQ的也好 或者有些因為放風 因為怕追究責任自動這樣辭職 事實上這幫人 他們依然在做 只不過很吃力 因為沒有了政府的資源 他們繼續在做地區工作 繼續希望能夠維持最低的限度 這幫人是有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建議他們試一試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 訂閱課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非材 大飛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